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空间站启动建造以来 首次在4月份执行载人任务 针对大风沙沉多的机械特点 这个发射场系统对近30年来 这个时段的气象塑进 进行了统计分析 制定了专项的防范措施和应对策略 同时我们更新了部分设施的电源系统 加强了设备运行考核和状态的复查 组织了多专业的协同训练和应急处置演练 升级了发射场的综合态势感知 关键信息采集推送能力 优化了产品测试项目和时机 进一步提升了发射场连续随行任务的能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